不是泡油而已嗎 沒有 沒有 我不是真愛 到底愛不愛一個人 你要從做完愛之後 一年半沒有做愛 去吃打電 來來來 太重了吧 你不要這個眼神 可以摸嗎 可以 可以試試看 他很老 很性感 很性感 整個這個腹肌 真的喔 對 你這樣在摸 可以不繼續摸 不是因為我 我現在手很 你看著鏡頭你繼續摸 現在手很冰塊 來我們換一家啦 等一下 你嚇了 我會想啦 我會不會虧著鏡頭 欸你怎麼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在這裡啊 怎麼會只有一個女生在這裡 所以你們現在在一起了對不對 你們不是泡油而已嗎 沒有 沒有 我就是真愛 你們現在是真愛的 對不對 新生室 那我 可以再一個嗎 可以多人嗎 可以 多一個 我嫌啦 可以 不要這樣啦 好的 那我現在先來唸一下 祖雄的危機百科 來囉 拿督 戴祖雄同志 YES YES 沒有沒有 這其實是真的是被亂改 我最近危機不知道為什麼被亂改 而且上面有很多我的情緒都不是真的 馬來西亞華人演員 電視節目主持人 馬華工會霹靂州聯委會 秀維維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而且他是在馬來西亞跟新亞部還有台灣 都有演出很多的廣告跟戲劇還有電影 然後現在又擔任體重的管理師跟運動營養師 對 下面的大概都是對 就是我在娛樂圈發展的這些背景都是真實 然後你以前又又是足球隊桌球隊跟游泳選手 對 你到底要多十項學 你還 我覺得運動員是一種心態 就是一種良性的競爭心理 會是讓自己變得更好 可是你要讓 就是你要去工作 然後去拍戲 然後結束你還要有時間運動嗎 我覺得就是 還是你就是在就是 床上 床上也有 你到底有 真正的時間管理大師是他 我覺得他很強 我有時候跟加拿大說 我們先一個然後再去健身這樣 屁啦 這樣哪有利息 你問他 我們真的是昨天 不行 因為前戲很重要 對 好 繼續囉 然後又被票選為什麼 同志好感度 所以超多就是 圈內人很喜歡你對不對 那曾經有就是被同志約過嗎 約過 有啊 有 應該很長吧 有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會分享那個 就是 我每天會收到雞雞照 他也會收到雞雞照 那你們會互相分享 我們會互相分享 公平 他的比較妙 因為我們一般收到 你就是不回嘛 他可以當分分數 對 你會說幾分當分數 對 對 他的很妙 他的他們 他們會問他說 加拿老師我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就說 你這毛可以修 什麼 好 然後他再去修 拍照給我說 這樣好嗎 我說比較好 然後最後他說 謝謝老師 這樣 好 因為加拿沒有危機百科 所以我就是念一下 他的小秘密 跟一些小爭議 好啊 可以喔 來喔 第一個是 因為認識了台灣男友 所以才來台灣讀書跟工作 對 沒錯 所以你上個也是台灣的男友 對 他是台灣人 我就在烏克蘭認識他 然後跟他一起過來 那你那時候怎麼沒有想說就是 就是會離開家鄉啊 然後 因為我本來就很瘋 我想做什麼就很瘋 很瘋 很瘋 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可以試試看 18歲 很年輕 如果不去就 對 會後悔 好 第二個就是 18歲就覺得自己要出國 因為想要找想要的生活 就是跟剛剛的一樣 嗯 好 第三個就是 你們兩個原本是朋友 然後再變成泡友 然後過了一年之後才公開你們的關係 對 那你們當中是泡友 然後關鍵點是 為什麼想要變成情侶關係 我覺得我們在一起花很多時間 一般的泡友他們其實也泡就拜拜了 但是我們比方說他會去我的生日 我會去他的生日 就真的有感情了 我覺得對 這個是問題 我們花很多時間在一起 就是我的經驗 我的經驗 你判斷你愛不愛一個人 你要從做完愛之後看 會不會想他 對對對 我們會覺得性愛是愛的一部分 對 所以如果性愛不過關 這個愛是沒有把它成立的 對 我們的想法會比較是這樣 但我覺得他們說好叫泡友 我覺得更像是先試車 對對對 就互相先講 講好 因為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沒有講 我沒有覺得我們是泡友 是賈娜講泡友 但是我覺得 原來我只有知道這個字 對 我只有大哥跟我說 是哇 新班六 我這個沒學過 新班六跟泡友那裡有差別 對對對 那你們怎麼認識的 我們一起上節目認識的 就是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我一直在認真講話的時候 就發現對面有一個 赤熱的女神一直看著我 你是從頭到尾看他 對對對 你是看他 你一直看我 在介紹的附近 我就看他 我就 喔 你是完全我的菜 節目有很多朋友 然後我也沒有 不好意思直接去跟他講話 我就大概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然後下節目之後 我就上去IG找 就被我找到 等著了很久 對對對 那誰先 誰先約誰 他跟他去看 我先約他 我約他出來吃個飯這樣 然後呢 第一次就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 我在北京拍戲 那大陸拍戲 我就又回去 我記得吃完飯之後 隔天我就飛回去 嗯 就沒了 就沒了 對 所以過了一年後 一年後我回來 我們又在節目上 又在遇到 因為他跟我說他喜歡海邊 我就想 喔 那我們就去海邊 一個漂亮的咖啡廳 就喝咖啡 很放鬆 他就 突然的就把腳放在我的腳上 我這個不記得 完全不記得 我覺得他騙人 我真的會做這些事情 沒有 我根本還在想說 有沒有覺得我 有利貓很有教育的女人 不要下班好嗎 後來我就問他 要不要去泡溫泉這樣 那個時候夏天 八夜超熱 那你叫好 我說好 那他 我好奇問你 你那個時候一聽到 就說要不要去泡一點心態 你怎麼還在想 就是一天吃 我們去野會之前 我已經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自己在等這個問題 坐在他的臉上面 試試看 你覺得一個禮拜要幾次 我覺得兩三次就夠了吧 因為還要工作啊 阿樂哥不要工作 我就是你們信譽太強了 我一直在想 心愛真的是一個很健康的事情 對 但是在亞洲 好像一提到心愛 比如我說我喜歡做愛 就會被人家講說 你很髒 你很亂 你很什麼 可是 我喜歡跟我愛的人做愛 這沒問題吧 對 其實是啊 而且我覺得 造假有兩個大的原因 一個是錢 另外一個是做愛 別人說你們有錢 你們會造假 然後你們沒有做愛 你們也會造假 那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 他叫 他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跟自己的女朋友做愛 他只想要跟別人 他只想跟別人 我覺得這個有問題 對 他自己也承認 他就是這個問題很怪 然後他是一定要跟別人 因為他覺得他是 那是在懲罰 所以他要懲罰其他女生 可是他 你是我的唯一 所以我要好好愛護你 所以我不跟你做愛 那你曾經有沒有遇過 就是跟你心事沒有那麼合得 對 是我之前跟那個朋友 都不想跟別人做愛 一年半沒有做愛 許遲答辯 一年半沒有做愛 那你怎麼辦啊 我會聚集 沒有很多玩具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一個遊戲 然後這個遊戲呢 就是要考驗你們兩個之間的默契 但是如果你們的默契不好 你們就要 敬愛愛一個月 喔 這懲罰啊 很重 真的 真的 我們覺得很多情侶夫妻的問題 都是做愛可以其實 增加感情 就是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爭吵 真的 就是要發脾氣的時候 就直接打不進去 真的真的 不是這樣耶 你不要亂敲啊 先從最簡單的啦 請問 佳娜的生日是哪一天 生日 這如果不知道應該會 會被揍喔 來 佳娜請公布 10月17號 17號 10月17號 快到了 簡單簡單簡單 天明座 簡單簡單 下一題喔 請問 佳娜有過幾段感情 因為這應該會聊吧 不要 一定會 3 2 1 欸 對嗎 對吧 2 對 哇賽 你覺得台灣人還跟他 對啊 這是我第二個人 對 哇賽 對啊 原意我那麼玩 哇 聽說你們就是所有的汽車旅館都去過 北中南都有去過 那你們最滿意的汽車旅館是哪一個 我想一下名字的獎 好 來 1 2 3 我的面穿都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面穿很有意思 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這個 因為那時候是我第二次約會 開車在上坡的時候 車壞在那邊 壞在中間 就這樣 然後還沒有到我們房間 房間在前面這樣 那怎麼辦 超尷尬 我超尷尬 然後我就講 喔 那我們先把車 你想 我就先叫他進房間 我先把車推上去 然後我們就先做完事情之後 我們再叫建車 超好笑 超可怕 然後充電之後 車還沒有辦法好 總之那車真的是壞掉了 嗯 然後後來我就想 欸 你可不可以自己把建車回家 然後 然後我才叫脫掉車 把那個車 對 我把它叫建車 然後我就把那個車安排脫掉 好 請問 祖雄最喜歡的姿勢是什麼 可以用畫的 如果不會講那個字的話 用畫的比較精彩 來 1 2 3 這是我 就是打在旁邊 那這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想要躺著 躺著 這是他 側躺 側躺 是側躺嗎 對 是 為什麼 為什麼左邊那個人是三隻腳 對 為什麼他三隻腳 這個是 就像他機器 啊 我們起來是 八光 天 哇塞 好啦 被你們逃過一節了啦 不然我怕你們會吵架 對 好 好 好 我怕你們會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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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們會吵架